大家好,刚刚收到的消息 说这个习主席在北京被媒体身边的有几个坏家伙给暗算了 这个暗算不是把他给杀了 是说他一个没有灯光,没有化妆师,没有任何外围支持的一段视频就给放出来了 在视频里面,我一旦你修细胞子就像一个仓一样的在房间里来回转 感觉到要被人生吃了 老东西感觉到是六生无主,像个浏览狗一样的来回打转 很不正常 有人说这是一人,那一看就压力太大了 是个什么情况呢 是在等这个布林肯进来 等布林肯进来的话,你就好好的就坐在那里等呗 喝一口中药,又喝一口茶呗 是不是,然后慢慢溜溜的等呗 但是你这个伟大理就这么大一人物啊 你坐没个坐下,站没个站下,你来回转什么呀 一看就是智商欠费的样子 就什么意思呢 这种东西啊,如果没有坏家伙的话 我们是看不见的啊 伟大理就得有些个动作 开玩笑啊,不是说你屌丝能看得见的啊 你看不见的 平时你都看不见的 就像上次在南非,大家记得吧 在南非参加那个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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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装会议 又西包子 经过一个走廊的时候,感觉到也是被坏人暗算了 哎呦,一步伤回头,看后面有没有姑娘还是怎么着 是因为他的一个翻译一家助理被男的外面 他一下子就感觉到像个二百五,像个傻叉 就不知道怎么办了都 是走呢,还是不走呢 是回去呢,还是不回去呢,没主意 哎呀,这些东西啊 有些人可能不大了解这个事的严重性 其实是非常严重的啊 你如果有一天当了习主席这么大的官 你就知道这是个严重的政治事件 这是个严重的伟大领袖不安全的事件 这是个严重的新闻传播的事物是谁干的 一定要查 一定是有人故意搞的 关键是什么呢 你看他们要黑不拉击的 也没那个灯光 也没那个效果 这个习主席这个人呢 他其实是非常的爱面子 非常的爱面子 他跟毛泽东有点像 毛泽东年轻的时候也是一帅哥 习包子年轻的时候也是一帅哥 特别在意自己的形象 他每一个照片放出来 每一个视频放出来 每一个效果 他都要自己亲自审查 那好不好看 所有自恋的人都这样 如果你没自恋过 说明你不美 是吧 你只有自恋过以后 你就知道啊 哦 这样的一个事情 怎么能够放出来的 谁干的呢 哎呀 就感觉到啊 身边不是每个人都安全 不是每个人都可靠 关键是给广大人民群众 又提供的段子 提供的这个故事 到底出了什么情况啊 嗯 中共中央对他们的常委啊 主要是七个常委的这个 任何新闻平台出现的任何资料 都是把关极其严格的 极其严格 是属于什么呢 属于国家的超级机密 这个东西如果没有经过习主席本人亲自审核 至少如果没有经过中办主人的亲自审核 就放出来 这是绝对啊 绝对绝对绝对 所以重大的 其实都不算是实物 重大的错误 重大的政治的原则性的错误 那是有人要坐牢的 那是有人要 要要要要要 被习包子 真是要给收拾的 要免酒足的 真不是骗你啊 上次在南非的时候都被人摆了一刀 那个东西你想想 它不是摄像头拍到的 它不是这个现场的记者拍到的 它应该是 要么就是躲在暗中 有一台摄像机 没有经过视线的同意 至少没有经过习主席这边的同意 要么呢 就是 装在暗处的摄像头拍的 而不是摄影机拍的 这个东西也是 一定是有人在暗中 故意拍到了 拍了以后 不经过他同意 就放出来了 这个事儿 我觉得有点意思 估计接下来 应该还有一些个 与此有关的重大的新闻 会放出来 这回跟上次不一样 上次习主席是在南非 在人家的地盘上面 那你这回是在自个儿的家里 你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呢 大家都往上看一看 你这种镜头里的国内是看不见的 他们说现场根本就没有美国的布林肯的随行的记者 全是中方的人 那全是他身边的给他照顾他的饮食起居 是不是 全是给他照顾会议他的各种秘书在在那里 但是你会发现看不到一个牛逼哄哄的人 菜企业不在身边 有一个人我们都不认识 故意是身边打酱油的啊 搞服务的这么一个人 办公室的人 这个话呢 当然你有另外一种解释啊 说这个习近平呢 其实关于中美关系啊 他并没有 并没有完全彻底的就想好 到底我是给布林肯当头一耳光呢 给他一个下马威呢 还是是不是考虑恢复一下中美关系呢 说他其实也知道啊 布林肯这次来 他一系列的把布林肯摁在地上 就往死里打 让布林肯一点面子都没有啊 其实这个效果他已经看到了 一会儿呢 是把他降落在上海 一会儿呢 又搞了个外办的上海的外办的主人去接他 一会儿呢 又这个什么啊 一会儿又又又又又又又根本就不把这个布林肯当回事的啊 就就就这么地 那布林肯这边呢 其实也是明白啊 完了以后知道习主席呢 故意怠慢他 故意在外交的礼节上 故意是削弱他 所以他怎么办呢 是不是人家是冒着这个被细胞子侮辱的危险 上次已经侮辱过一次了啊 这次又来啊 就知道细胞子肯定不会给他太大的面子 是抱着这个 就是我是一大人啊 你是一小孩 你侮辱一下侮辱一下 我又不损失什么 是不是 就这种心态 就是做到人之一尽 是吧 所以布林肯搞了三件动作很有意思 第一件动作在上海的外滩 在美国驻中国大使这个陪同下吃了一顿包子 是吧 那个包子呢是一种小农包 是吧 上海的小农包 我不知道是不是顶太风的啊 挺好吃的啊 以前特别爱吃各种馅 有些人就说是猪肉馅啊 布林肯是犹太人 不吃猪肉馅 别搞了 是不是 没一看就是贫穷 限制想象里啊 这个小农包里面的就顶太风的包子啊 有各种包子啊 有好多不是猪肉馅的啊 别别被这些戏戴了沟里面去了 我个人认为就是故意的 把这个布林肯吃包子的这么一个照片放出来 就就表示美国也会搞这种小小心思啊 我要吃你的啊 小脑脑不死的泪 我要吃你的啊 你给我悠着点 是不是 所以第二呢 就布林肯就说了一句话 说这个在见面的时候就说过啊 不是跟那个谁见面的时候 不是跟包子的见面的时候 是 跟网易见面的时候 就说中国必须要解决俄乌战争 这个中方支持俄罗斯打仗的问题 这个问题一定要解决 如果中国不解决美国就会解决 这话都已经是就像两个人打架 都已经露袖子了 都已经露袖子要加油干了 你信不信老子下一秒就揍死你啊 你信不信老子下一秒就揍死你啊 你信不信老子下一秒 让你喊我爹 就到这个水平了啊 但是习包子呢 压力很大 还是在在犹豫 他说习包子在犹豫 到底是接茬的还是不接茬呢 因为他跟网易的说话的时候 已经把这个话说出来了 你不解决 我就会解决 中国不解决 我美国就会解决 那美国怎么解决呢 那可不就是要弄弄你嘛 是不是 哎 所以包子呢在见布林肯之前呢 是非常犹豫的 为什么呢 六声无主 失去方向 左边走两步 右边走两步 两边又没有灯光 哎 结果有人就把这个视频就给放出来了 哎 有点意思的啊 背后是有故事的 但是话又说回来啊 这个 关于布林肯的这个人呢 我已经说了好几次了啊 其实吧 他妈的就是什么呢 就是 这人呢 哎 细胞子就根本就没把他当回事 完全没把他当回事 为什么呢 就因为 他不是说布林肯这个人怎么的怎么的 布林肯只是国务卿 是因为拜登这个人呢 拜登这个人有的软肋 有的蛋蛋 被细胞子捏住了 是不是 一个是投票的事情 是吧 一个是他儿子做生意的事情 是吧 还有好多之间他们的交易 就这么两个事情 我告诉你 都被细胞子捏在手上 所以布林肯是美国有史以来 最没有增严的国务卿 真是是要活该啊 活他们该是吧 但是呢 估计民主党也是没退路了啊 国内的形势太紧张了 必须要胞子给个台阶 如果胞子你这回不给台阶的话 还是呢 你根据他的理解 写在那里 www的话 估计拜登也也只能出几招了啊 我们就接下来看看 看到的民主的能把包子里怎么样啊 接下来就这两天 应该是有大事发生 谢谢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